在碗中打入两个鸡蛋,搅散 热锅凉油,倒入蛋液快速划散 炒成小颗粒状 盛出晾凉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土豆和胡萝卜都擦成丝 水烧开后,下入土豆和胡萝卜丝 再加入一把青椒丝,一同焯水一分钟 炒热后,捞出过一杯凉水 再加入一把火腿丝,晾凉的鸡蛋碎 按照个人口味,加入盐 胡椒粉 蚝油 香油 翻拌均匀 五彩编分的馅料就调好了 再来准备两块钱的饺子皮 将饺子皮擀大擀薄 边缘涂抹一层水,方便粘合 放入馅料 用包包子的方法包好 全部都包好以后放到蒸屉里 水烧开后上锅蒸 大火蒸8分钟 这样我们的湿井餐包就做好了 清香热美,营养丰富 做法简单又快手 馅料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随意搭配 做早餐都非常不错哦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